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民国时期的珍贵影像 影像记录了民国八大军阀的真实样貌 其中狗头将军张宗昌高大威武 而身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的张学良却古兽如采 画面中这位骑着高头大马的人是蒋介石 此段视频拍摄于1926年北伐初期 当时蒋介石率领十万北伐军从广东起兵 先后攻克长沙 南京 北京等地 可谓是所向批命 仅用了两年时间就结束了十几年军阀混战的局面 随后迎面走来的是直系军阀首领曹坤 1923年因会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民国大总统 1924年北京兵变中曹坤被捕入狱 视频是1926年曹坤出狱时的场景 出狱后的曹坤满脸风霜 看上去明显苍老了许多 吴佩福 民国直系军阀首领 辛亥革命时在曹坤手下任市长 1923年官至直鲁玉两湖巡月时 兵力也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二十万 1931年918事变后 吴佩福多次参加反日活动 1939年因牙疾经日本医生治疗后突然暴死 张作霖 人称张大帅 民国奉系军阀首领 早年曹莽出身 在动荡的晚清中不断扩张势力 最终盘踞东北又被称为东北王 1924年张作霖打进北京 任陆海军大元帅 代表中华民国行事统治权 成为当时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因维护祖国统一 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于1928年乘火车时被日本人炸死 史称黄孤屯事件 视频中这位身材高大威武 留着八字胡须的人是张宗昌 他是奉系宣府军第一军军长 1925年任山东军务督办 并在同年出任山东省省长 由于生平最爱吃狗肉 故而被称为狗头将军 虽然是一介军阀 但张宗昌却能写得一首好诗 因此又被称为民国诗审 画面中是西北军阀冯玉祥 冯玉祥勇马一声 由士兵称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主要靠的就是剑锋使洞 他曾八次临阵倒戈 被称为倒戈将军 阎西山进系军阀首领 辛亥革命爆发后 年仅28岁的阎西山 被山西新军推举为都督 并由此开启了 他治理山西38年之久的执政生涯 因此也被称为山西王 最后这位身穿一袭白色长袍 整体看上去古兽如柴的人 是少帅张学良 他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载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管东北军 1928年蒋介石北伐后 张学良宣布东北意志 国民政府也在民意上统一中国 而张学良也被蒋介石任命为 陆海空军府司令